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节目 我是汽车家赛车队的车手林奇 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边呢 我们将给大家解决一个老生常谈的小问题 这个运动型的SUV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买的车型呢 来看今天我身边的这辆全新的保时捷电动马卡 今天我们将用这辆车来回答这个伪命题的答卷 那么刚刚也说了啊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运动型SUV呢 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辆全新的电动保时捷马卡呢 开启了看看保时捷的工程师 对于这样的命题能给出怎样的答案 我们先来看看保时捷马卡的动力系统 先期上市的呢 车型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马卡的Ford和一个马卡的Turbo 虽然全部采用了前后的永磁同步电机 但是马卡的Ford呢动力输出略小啊 可以输出408马力和650牛米 那么官方的0到100加速呢 时间是5.2秒 急速可以达到220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数据 其实看起来比较普通 但是呢 我们现在开的这个Turbo的版本呢 后边的这个电机啊 功率更高 可以输出639马力和1130牛米的这么一个动力输出 官方的0到100加速时间是3.3秒 那急速是260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数据放在现今电动车领域呢 其实算不上高性能啊 但是称之为运动SUV的基础 我相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了保时捷的工程师呢 绝对不仅仅只有这点能耐 为了能让全新电动马卡衬得上 是一辆运动SUV 它对车身的设计及悬架都下了足足的功夫 而恰恰呢 这也是保时捷的长项 这辆车呢 采用了前后双球捷多连杆的接口 那么这样的设定呢 可以拥有很好的动态响应 也有着比双叉臂更舒适 和更稳定的行驶质感 配合保时捷双腔的空气避震器 可以说是再次提升了舒适 与运动的一个坚固性 而双阀的避震器捅身呢 则对空气弹簧有着更好的控制能力 这对于一款车重偏高的电动SUV来说 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这样的设定虽然成本更高 但却换来了更高的稳定性 更强的轮胎抓地力 以及宽容度更好的车辆提线 保时捷的工程师 还针对马看的悬架几何参数进行了优化 首先是前悬架的主销后倾 这样的设定呢 让我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驾驶时 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车辆的转向 领引性 准确性 以及稳定性 而为了配合车头的动态表现 工程师们还在马看Turbo的后桥中 加入了一个电控的插执所 这样车辆的低速出弯时候呢 后轮可以发挥更强大的牵引力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这辆电动马看已经足够运动化了 但是保时捷的工程师依旧不满 他们还针对车辆的前后重量分配 进行了一个优化 最终车辆的前后重量分配 设定为前48%后52% 这也让这辆车在出弯的时候呢 后轮应有更好的抓地力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 你正在驾驶的是一辆 稍微升高的保时捷911 由于此次试驾时间有限呢 我们没能尽数去体验它的全部潜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个部分 就从这辆马看特别的外观 以及车内的布局来看 保时捷的工程师又做出了 哪些运动化的调整 首先马看的外观设计 依旧保持着保时捷家族的特征 而在电动化的加持下呢 车头车身两侧以及车尾 都增加了更多的空气通道 这也大大减小了车辆高速撞风时候 所带来的阻力 也正是因此 保时捷电动马看的风阻系数呢 也做到了小小的0.25 而在车内装的空间方面呢 两台车呢其实略有区别啊 马看4的后备箱空间为540升 到1348升可以扩容的空间 而马看的Turbo呢 由于后电机的尺寸比较大 它的行李箱空间呢 是从480升到1288升 可以有一个扩展 那么Turbo呢 小还有一些原因 就是它搭载了这个音响系统啊 侵占了一部分后备箱的空间 那么现在我们坐进车内 来感受一下保时捷的工程师 到底怎么让你觉得坐进来 它就是一台运动的SUV 首先这个坐姿啊 相比我们日常见到的 同级别的大多数SUV来说 它都要低很多 你依旧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视线 低矮的坐姿 可以更准确的去感受 车辆重心以及动态的变化 由于保时捷马看的轴距啊 增加了86毫米 这也让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 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在前排我刚刚调整好 驾驶坐姿之后 腿部空间两拳 头部空间一拳有余 虽然体感还算宽裕啊 但是从视觉感受上 由于前排座椅的整体靠背 与C柱向后溜背的这种下滑的造型 会让后排显得有一点点压抑 车内中控的布局方面呢 保时捷马看与前不久发布的 Panamera和Tikan基本相同 三连屏的设计呢 也是首次应用到了马看上面 整个车机 无论是作为仪表使用的 12.6英寸曲面屏 还是10.9英寸的两个屏幕 屏幕显示的细腻程度 以及车机内的视效设计啊 都尽显了大厂的功底 车机系统呢 也是基于了安卓操作系统打造 可以下载第三方应用程序 那么进入中国销售的车型呢 还进行了本土化的一个APP优化 同时还可以支持 CarbleA以及安卓系统的手机映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 副驾前面这块屏在国外是选配的 不知道进入国内之后 会不会作为标配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再用一些时间 去简短的了解一下 这款车日常使用的一些细节 那我们先要说的第一点 电池和充电啊 在保时捷和奥迪 共同研发的这个PPE平台上呢 马看诞生了两款车型 马看4和马看turbo 两款车型都搭载了100度的电池 最大续航里程 也分别达到了613公里和519公里 并且都采用了一个800伏的架构啊 从10%到80%的充电时间 仅用21分钟 好了 以上就是此次 保时捷电动马看的全部内容 那么如果对这款车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 一定知无不尽 好了 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